第二個呢我們那個Ditto的減填副加強 你可以看一下一樣在這邊的 好這個呢 是屬於提升工作效率類的 Ditto點進來有兩個版本對不對 好那我們是SP所以用32位元 有沒有這個 好你會有的之後這裡 他是中文的 按右鍵有這個選項有沒有 那如果你剛剛有複製過的 通通都在上面 有沒有 那而且其實比較重要是下次開機也會在 各位有沒有發現我們常要copy來copy去 報告現在也是這樣做的不是嗎 網路上找好的copy 至少你整理資料也是這樣子 但是如果像我們剛剛那種情景比如說你看喔 我這裡 這裡我要我就把它複製 那我如果又複製了這個 請問剛剛那個是不是又不在了 對啊可是有沒有關係當然沒關係啊 有沒有圖片還在 隨時要回來還可以啊 什麼東西你會透過剪貼簿 文字 圖片 還有什麼檔案對不對 檔案也會經過喔 所以呢你看喔 如果我們在這邊假設我call的這個 call的這個文字好了 我把它複製 好你看這裡 有沒有發現這叫copy file 所以就在別的地方再把它貼上就好啦 就這麼簡單 好你就可以重複使用 是不是就方便很多 嘿 因為微軟的剪貼簿 真的比較虛擬一點點 記憶不好 他的海馬體可能有問題 哈哈哈哈 對吧 記憶有關 所以說他這個 他每次都記得最後一個 你只要call的前面就忘記了 那 你透過這個的話就比較方便 那甚至呢你還可以怎麼樣 直接編輯喔 比如說我發現這個字 剛剛call的有問題你可以按右鍵 你可以直接來編輯這個內容 下次就永遠都是正確的 而且 有些時候各位應該會遇到一個情形 什麼情形呢 請問如果我是call網頁上的字 比如說是這樣 你貼到office裡面 請問或網頁上 請問這些格式會不會帶過去 會喔 對不對 會不會有些困擾貼過去之後他再整理 所以呢如果說你有這樣困擾的話你可以到這邊 比如說你看 像我們在這裡 我想要貼在這邊 如果剛剛那段直接貼起來是不是這樣 超連結都過來了 所以你可以怎麼做呢 你可以在這裡 這一段按右鍵 有沒有用純文字貼上 這樣你就不用打開記事本穿湯過濾喔 唉了解齁 有沒有都是純文字 這樣會了吧 ok好 Bravo OK